《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 《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該條文指明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但是回歸了23年,經歷了五屆政府 這一項立法工作仍然未能完成 令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明顯缺口帶來了極大風險 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政治挑戰 當前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 是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這首項急切要做的事 這是香港人的壓力 警方的國家安全和發展 要求一樣的重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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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